這是在民調封關之前 柯文哲講的 柯文哲說你看啊 宋楚瑜的支持者就是因為誤信民調 他在封關之前他說民調不準 他說你要投給你真心認同的人 那我各位會補充一個資訊 不只如此 他還在本專上呢 封關之後他開始講說氣喉寶科 氣喉寶科 氣喉寶科意思就是說他比較強 對不對 各位這是柯文哲的意思嘛 他說氣喉寶科 因為我才能夠幹掉民進黨嘛 他開始在篡改過去大家 因為現在我們不能再談民調了嘛 對不對 民調也封了嘛 所以就沒有人知道實力是什麼了 就沒有人知道 因為現在天都黑了 你白天的時候呢 大家還可以看得很清楚 可是你一旦天黑呢 民調封關之後 柯文哲就個玩意和團了 就像他的肇事三千人五千人 然後可以喊到五萬人 台南廠他自己承認 五千人喊到五萬人 我再講一次 台南廠自己承認 五千人喊到五萬人 但有沒有人知道這個真實的記憶 沒有 因為柯文哲跟民眾黨 跟白天叫篡改的大家記憶 一直跟你講台南高雄都是五萬人 台南高雄都是五萬人 台南高雄都是五萬人 改編的故事講了三遍 他就變成曼德拉效應 因為你就相信了嘛 對不對 但不管就像柯文哲現在呢 一直跟你講 我很強我很強我很強 為什麼 因為我不能把民調唸出來啊 我有看到最新的民調啊 但我不能唸出來啊 因為天黑啦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義和團啊 因為八國聯軍沒打過來啊 反正我每天說我神功護體 我刀槍不入 我喝服水念經刀槍不入 有沒有人可以認證柯文哲是錯的 沒有 所以最後這十天他可以把大家記憶都創改 讓大家忘記過去曾經發生過的民調 讓大家忘記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實 因為我不能講 啊 那你就會相信柯文哲是神功蓋世 好不好 對不對 這個故事很像什麼 這個故事就很像這個 這個這個在班上考試 然後全班倒數第一名的 全班倒數第一名的 然後因為老師宣佈說 以後再也不考試了 然後他就開始跟大家講說 哎我跟你講 我其實是我們全班第一名 我可以我可以考上台大 然後開始倒數 因為改變了嘛 不用考試了啊 不用考試了 所以他就到處去講 到處去講 然後全校呢就有三分之一人 相信說這個人可以上台大 但事實上大家都忘記了 他過去的成績有多爛 這就是柯文哲在玩的遊戲好不好 吹哨壯膽 但他吹哨不是為了壯膽 是趁著天黑蓋起來了 吹哨變義和團 吹哨義和團好不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來各位我們剛剛是不是給你看到說 這個你看柯文哲說 宋楚瑜被民調害死 但你都忘記一件事情 他說宋楚瑜被民調害死對不對 這是剛剛的新聞嘛對不對 你看喔 有些一看就假的對不對 好來各位看一下時間喔 兩天前喔 有些一看就假的 有些一看就假的 他說1月13號如何如何 有些一看就假的 他說別人的民調都是當初的都是假的嗎 他說別人的民調都是當初的都是假的嗎 來我們看一件事情 來我們看一件事情 各位所以你看喔 這時候就是要時間來驗證了 你若沒有時間喔 你就會被人家耍得一耍得團團賺 來你看這是當初10月1號 他說民調都假的 但當初他怎麼講 當初柯文哲說 比民調輸的就退選 當初柯文哲你都忘了 那時候喊說什麼6%黨 記不記得 柯文哲先說比全民調 然後再說輸的就退選 再說國民黨6%黨 然後一直笑 結果後來驗證的聲像是什麼 大家都忘了嗎 我不能講喔 但你們是不是都忘了 然後他先來跟你講說民調都假的 說民調最有依據 要用民調來決定誰贏的人 也是柯文哲 然後說民調是假的 也是柯文哲 然後說浪6%的也是柯文哲 然後後來脫褲子的也是柯文哲 都是柯文哲 都是柯文哲 各位你是不是腦袋記憶已經被他搞混亂了 到底柯文哲知不支持民調 你是不是已經忘記這件事情了 這不重要了 因為他已經把你搞混了 反正他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好不好 他可以今天跟你說 我這輩子最愛吃的就是牛排 你不跟我吃牛排我就跟你絕交 然後隔三個月之後跟你講說你敢吃牛排我就跟你絕交 我最討厭牛排了就是柯文哲 了不起我沒有看過這種人好不好 來這是第一個曼德拉效應 天黑請閉眼 這個民調封關 變成吹哨義和團 吹哨義和團好不好 來我們再來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好這件事情跟小雞有關 好這件事情跟小雞有關 來各位你看喔 柯文哲曾經說 來喔這時間點喔 10月27喔 他說 國民黨兼幣親也的話 民進黨會過半啊 來你看喔 他說有十幾個立委在伯仲之間 還是需要柯文哲才會贏 如果國民黨兼幣親也 立法院可能民進黨會單獨過半 他跑去贏乃金喔 他自己才跑去贏乃金喔 你看喔 破局最大理由雙方認知不同 國民黨把責任推給他 開始喔開始在措置記憶了 來你看喔 你看喔 國民黨下令禁止柯文哲替黨籍站台 他說對於一定贏一定輸的人 有沒有他站台無所謂 他覺得有十幾期波動之間 國民黨兼幣親也 民進黨可以單獨過敗 他說合作有各種層面 國民黨要想清楚長期利益短期利益 有十幾個立委還是需要柯文哲 全面封殺沒好處 他說現階段政黨輪替是目標 好11月27號各位你給我記清楚了 當然優先跟國民黨合作 並不贊成完全不要民進黨 用人問題撞下優先找國民黨的 來各位然後你看一下他現在講什麼 這是11月27嘛對不對 來各位這是1月4號喔 然後他現在講改口了 11月27的柯文哲那是平行時空 跟現在的1月4號的柯文哲完全不一樣 又產生曼德拉效應 柯文哲說 國民黨把我打一頓 我還挺國民黨 然後你看喔 如果國 你看喔他說國民黨繼續打 選後還要民眾黨支持 黃國昌陳昭之就不同意 韓國瑜當立法院長很好 以後吵架找他他就負責敲水 才是真正的中立 然後你看喔 你看喔他現在開始講 現在副手如果說這個他說 又在蹭了說有可能是韓國瑜 兩人是否有討論過選後合作處形 沒有 他說韓國瑜不會離 他說韓國瑜應該要離開國民黨 什麼意思我不懂 我不懂 我不懂 好那你看喔 選後民眾黨立法院黨團 是否會支持韓國瑜參選 他說國民黨如果在選舉一直打民眾黨 選後叫民眾黨選他們喔 黃國昌陳昭之都不同意啦 你看哪 尤錫坤都沒有罵過我啦 即便韓國瑜沒有在選舉的時候打他 也不可能獲得他支持啊 國會我們要自主投票啦 來 他說什麼 他說尖閉親眼民進黨會過半 他說為了政黨輪替 藍白粒反而不需要合作 現階段輪替是目標 當然優先跟國民黨合作 現階段輪替是目標 當然優先跟國民黨合作 來各位 這個當中有兩個記憶措置喔 來我先給你看喔 過去他草子說要合作 然後說要幫國民黨站台喔 三個有三個記憶措置 第一個 柯文哲又創造了三個曼德拉效應 請問一下 侯友宜跟趙少康什麼時候批評過柯文哲 柯文哲說的啊 柯文哲說的啊 他說一直在打民眾黨啊 來來來各位 請問蔡壁如是誰在幫他站台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眠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3 sisters 用油依搭裂 2ks 想像小貝千 曾13年的天